大军出征在即 将军孙传廷来到粮库检查存粮 看着黄灯灯的粮食 孙传廷心情稍稽 可算是有一个尽职的了 他欣慰地抚摸着粮袋 却突然发现触感不对 原来只有表面一层是粮食 下面全是沙子 孙传廷气急 当场斩杀粮库主部 抬头却看见主部的女儿 他不免有些心情复杂 快不离开了 要说到了军营这些天 真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火冲不响 但要不足 派人催他出关 饶恕孙传廷骁勇善战 此刻也不免发愁 就在出征之前 他还是个死囚犯 但因为大明最近内外交困 开封几近失陷 同关也危在旦夕 崇祯皇帝没有办法 只好重新启用 曾经打败过李自成的孙传廷 他问孙传廷此去需要多少人马 孙传廷相当自信 但他被关太久了 不了解现在的情况 闯王的军队早就不是乌合之重 朝廷的手 我就是